这里已经是安久拉山压口了 上山一直到压口 是我见过的川藏线上最多垃圾的一段路程 就河道都到处是垃圾 这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游客 一个举手之劳的杰作 今年4月份我从亚安出发 一直走到拉萨 我是沿途一路清理垃圾 走了大概92天 2000公里多一点吧 拿袋2块钱一个 拿一个 你能不能便宜点我多拿点 没有便宜点 拿五个送我一个好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 16年的时候喜欢上骑行 17年就开始骑了一趟川藏线 看到一些乌兰游客的乱冷垃圾 这样的一个习惯 远处的山全是白雪埃的雪山 那你对比这近前的一些东西 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落差 和一种冲击了 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想法 要让大家看到它的美的同时 也意识到它的脆落 有一天觉得与其这样念言不忘的 还不如就索性去坐 啊水沟边都这么多垃圾 观景台远处可以看到很好的风景 但是这附近有很多很多垃圾 整整六袋 整个行李加起来有200多斤吧 推起来也很累 每天的话平均下来的话 一天最少捡三袋多的垃圾吧 多的时候我能捡个十几袋垃圾 在离雅口还有五公里的时候 误以为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结果我们高顾自己 走了足足三个小时 倒不满倒不满换一个地方 放那边那个的 放那边是这个满了 这个垃圾的地方 我得想个办法 看能不能拦到车 看有没有车愿意帮我把装满的垃圾 带到下一个有垃圾桶的地方倒下 捡不是办法 让别人参与进来才是做真正的去唱的 最可以的 我们是环保志愿者 就是沿路捡垃圾 然后捡满了有捡满的三袋了 可以你帮我扔到前面的县城 好谢谢 谢谢啊 我这一路上从来没有想过去放弃 我始终相信我们在做 在坚持着这些事情 它总会在改变着社会 我老妈她一直很不理解 那时候是端午节 那天给他们打个电话 当时她说儿子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这样事情很有意义 必须要坚持下去的话 老妈支持你 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 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沿路上很多人给我那些鼓励吧 谢谢谢谢 谢谢 真的谢谢 一路平安 好的 真的谢谢 有些朋友她说 让别人不能垃圾环保意识 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种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座大楼 不会是说在一夜之间突然就盖成盖成了 它是要花个三五十年的时间去完成 但是这三五十年不是在等待 而是在建设 而是在付出 大楼 最后 那么 怎么 Że